鲜花节是哪个民族的节日? 鲜花节是云南贡山一带, 怒族人民最隆重的传统节日, 在每年的农历3月15日举行。 相传古时候,怒族人遭受旱灾, 人们生活十分艰难, 一位漂亮的姑娘挺身而出, 劈开悬崖,将泉水引入村寨, 使怒江岸边的荒山变成了沃土, 劈上了绿桩。 后来,他被恶霸逼到山洞里, 放火烧死,满山遍野的山花为他开放。 人们为了纪念他,将这一天定为鲜花节。 在节日当天,各村寨会选择 有中乳石的山洞为仙女洞。 人们带上祭品前去祭祀, 还要为仙女献上一束束杜鹃花。 祭祀时,由主祭者念祝词, 还要打鼓诵经。 随后大家磕头,以祈求仙女保佑。 祝奏尘